如果說 以他來說 感冒非常嚴重的狀況下 那我們會上脊椎療法 因為脊椎有許多的接受器 脊椎有很多的神經的部分 所以我們上脊椎是會針對他去做一個處理 然後做一個他的症狀的環節 那我們第一層會先上椰子油 所以老師 等於說 像是要感冒的話 都是以上脊椎周遭為主 如果很嚴重 如果是輕微的話 其實有時候熏香跟胸口的塗抹就好了 那如果他是重症的感冒 如果說是支氣管發炎 然後導致他發燒 然後非常的不舒服 沒辦法睡覺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請他們做脊椎療法 那脊椎療法的部分呢 我會建議由下往上 上有的時候都是由下往上去上 上 上 因為乳香可以針對神經系統 或者是肌肉系統 甚至我們的支氣管的部分 或者是任何的 我們的身體的任何系統 可以先做一個環節跟紓壓的部分 那當我們的那個系統被 就像被安撫的小孩子的時候 那我們在上其他的精油的時候呢 他吸收的程度會比較好 所以我第一支一定會上乳香 嗯 好難上 然後你把精油整個均勻塗抹就好了 因為呢我們用最簡單的方式 你在家裡可以自己做 那你不用像那個在 去給人家按摩的時候 因為他們有手劑 那他們有他們的專業 可是呢你在家裡 你不可能學到這麼專業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用最簡單的方式 讓他們精油吸收就好 你也不用一定要說 喔這裡要脊椎 要怎麼壓啊 然後你要這樣子壓啊 這個都不用 我只要把精油上上去 然後均勻的把整個背部觸摸 均勻就好了 每一支精油都有殺菌抗菌的功能 這是本來就植物 我們從植物萃取的時候 植物就是有靠這些精油來保護自己 那他們一直都有殺菌抗菌的功能 所以我們在做這一個部分的時候呢 其實感冒的其實很多都是細菌跟病毒去感染的 那我們在上精油的時候 我們是做皮下吸收的部分 那皮下吸收的部分 他會跑到我們全身的時候 他去跟我們的血液去做律動的時候 他其實有很多的部分呢 他就已經在幫你做殺菌抗菌的部分了 下學期呢 會去上這樣子的課呢 會跟你講說 你感冒的時候可以上哪些精油 甚至呢 如果說呢 你是因為腸胃型的不舒服 甚至你是腰症到 那你可以上什麼樣的精油 讓這個腰症到的狀況呢 好的更快的部分呢 我們下學期會教這樣子的部分 好嗎 好吧 好嗎